您好,欢迎回来学习又一个Google iMob教程 今天我们将讨论激励广告如何帮助非游戏应用提高收入并增强用户体验 没错,激励广告并非只适合游戏 在开始之前,请一定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以学习更多实用教程 并给这个视频点个赞 在此视频中,我们将深入介绍激励广告的运作方式 然后,我们将探索在非游戏应用环境中植入激励广告的不同方式 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些采用激励广告后取得卓越成效的非游戏应用 那么,什么是激励广告呢? 它是一种广告格式 用户可以选择观看视频或与可视玩广告互动 从而换取应用中的奖励 例如,在这个视频编辑应用中 用户如果观看广告,就可以下载不带水印的视频 许多非游戏应用在引入激励广告后也取得了良好成效 这些应用涉及的行业包括新闻、教育、娱乐和社交 激励广告也可以作为应用内购和订阅的补充收入来源 事实上,与激励广告互动的用户进行应用内购买的可能性是不与激励广告互动的用户的4.5倍 用户喜欢激励广告是因为他们可以自主选择是否与激励广告互动 用户不需要付钱,只要花时间看广告就可以获得有价值的应用内奖励 我们发现,如果移除激励广告,一半的用户实际上会对应用感到失望 发布商钟爱激励广告是因为这种广告的每千次展示费用高 不仅可以为发布商带来更多收入,还能保持用户的活跃度 广告主钟爱这种广告是因为这种广告的互动度更高 可以带来更高的广告支出回报率 简而言之,这是让各方都满意的广告格式 在之前的教程中,我们分享了优化激励广告的三原则 优质的激励广告会提供有价值的奖励 值得用户花时间观看 这类广告设计精心,场景设置合理 便于用户发现和使用 最终提供一种能够让用户愉悦 并让他们想要再次观看的良好体验 那么,非游戏应用如何才能将激励广告 更顺畅地应用到他们的广告体验中呢? 这启决于应用的品类和设计 但您首先应以用户为中心 并慎重考虑奖励内容 展示位置和目标受众 第一点,您的用户认为什么样的奖励才有价值?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事例 激励广告让用户能够解锁付费内容 或在有限时间内使用原本通过订阅 或应用内购买才能使用的功能 例如,新闻类应用中的免费文章 电视应用中的免费上网时长 或音乐应用中的无广告停音乐时长 激励广告还能用于 开始免费试用和延长免费试用期 换取应用内代币和奖励 提升用户的体验等等 第二点,应在何处添加激励视频广告? 建议将您的广告添加在用户流量较高的位置 您还可以使用观看激励广告的消息提示 来提升广告可见度 例如,语言学习应用Dolingo 将其激励广告提示消息放在课程之后 这种消息提示为用户提供了 通过观看广告让成就翻倍的机会 确保您的激励广告在用户体验历程中 它们乐于互动的时机出现 而不是出现在破坏用户体验的时刻 第三点,您的目标受众是谁? 在带付费墙机制的应用中 激励广告可用于吸引非付费用户 并通过它们创收 发布商可以启用智能细分功能 仅向预计不会付费的用户展示激励广告 非订阅用户可以通过观看广告 赢得观看额外内容的奖励 除了可以赚取广告收入 激励广告还可以帮助发布商 提高用户留存率 以及增加这些用户 转化为订阅者的可能性 现在我们来看一些真实的成功案例 西班牙应用开发商Bivix 开发了一款名为Voice Changer的应用 用户可以使用该应用为录音添加 骸器、机器人和僵尸等特效 这些特效以应用内购的形式提供 Bivix想要在不牺牲用户体验的情况下 增加应用收入 采用激励广告后 Bivix在不干扰用户体验历程的情况下 获得了与应用内购买大致相当的收入 用户只需要观看激励广告 就可以免费解锁语音特效 在对激励广告进行测试的几个月里 Bivix跟踪了下载次数、用户体验和总体收入等指标 得到的成效喜人 采用激励广告后 该应用的总体收入提高了25% 用户满意度也大幅提高 并且好评率也一路攀升 接下来我们谈到的成功案例是Loftel 该动画流媒体服务平台 在韩国拥有很高的市场份额 Loftel希望用户探索自己的全部内容 却发现大多数用户都是非付费用户 为此,Loftel采用了激励广告 让非付费用户可以探索更多内容 Loftel为用户提供了三个选项 付费租业内容、购买内容 或通过观看广告来赢得免费内容 每10到15分钟 系统会提示用户与另一则激励广告互动 以便用户能继续免费观看动画 借助激励广告 Loftel将订阅转话率提高了20% 将收入提高了10% 并且赢得了更多客户的好评 关于非游戏应用激励广告的视频到此结束 希望您能有所收获 要了解详情 请查看下方说明框中的各项资源 最后不要忘记给这个视频点赞哦 欢迎订阅Google iMob YouTube频道 以便了解更多最佳做法和提示 助您拓展自己的应用业务 我们下次再见 并且订阅 Slide